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在东莞一名两岁女童独自在家 淘气爬窗户的防盗网 结果正正好好脑袋卡在了缝里 孩子身体全空 看着老吓人了 周围邻居都在呼救啊 黄杨兽听到了 怕小孩窒息赶紧跑上楼 借助窗檐和防盗网 横跨两个楼如超人伴 来了把托局 超人上线多举了十分钟 小孩的父母回来了 把他抱了进去 爬上去不容易 爬下来更难 民警和肖凡赶到现场 给黄杨兽绑上安全绳 帮助他回到屋内 事后黄杨兽所在的公司 给予他三千元奖励 好人有好报